哈嘍大家是Nexus 我今天要回到simple life的部分 那讲的部分是手 那这个东西还蛮简单的啦 也不是说简单就是说你只要练习就对了 反正你不管怎么样的话 这个手这种是固定性的东西 它没有什么变化 那大部分最大的差别就是说 男生的手要粗糙一些些 女生的手要平滑一些些 它差别就在这个地方 你懂了这个之后再加上一些原理 你就自己去慢慢练习 就自然就会进步 而我个人觉得手部是很大的一个重点 概一个人的技术 你看一个人手画的 他的那个灵巧度 以他手琢磨的细致 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能力如何了 来看一下手的部分的话 这个是1比1 大人记一下1比1 然后这个是0.8 这个是一半 0.5 小孩的部分是做 大人是这个手掌摊开 正好是面临一个脸的大 那如果脸比较长的话 那就是比较小一些些 有一些会这样 有一些的熊 有一些男子角色会底下再加一层这样子 这样 这样 看得出来吗 底下还再加一层尖尖的 所以男的脸会比较长一点点 然后女性的角色是做0.8 那一样嘛 看手部有没有 手部他这个比较粗糙 男性女性手部是圆滑的 男性要画的比较坚硬一些些 然后女性的话是0.8 如果你是萌系角色要再下修 0.7 0.6 看你的状况 看你想要怎么样去做处理 那这个是0.8嘛 那你也可以这样子 再下修这样子 下到这样子 但是不要跟小孩子冲在一起 小孩子大概0.5左右 手部的部分去做这个的处理 那他一样嘛 那切开来的时候 切割是中间的掌部 手掌部 然后上面是他的手 手的那个这个四根手指头 然后粘在一起 然后这一根 旁边是一个三角形 手部根部加上三角形 还有加上一根这样子 好 那他这样子的话有一个好处 他分割之后有一个好处 你比较容易记 然后这一个 另外要记的就是这一根 小指头是最小的 然后 然后其他三根是比较长一些些 在这个地方 好 那另外要注意的是 手掌的 手 大拇指有两个指节 他只有两个指节 然后如果是手掌性的话 就有这样子 三根 三根指头 这样子去注意一下 三根指头 练习的话手掌的 你知道新闻人员 你手掌练起来就很快 然后你可以不同的东西 那这一个姿势比较平行的时候 他可能会把所有的手指头都给挡住 那有一种做法是涂黑啦 就是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画的话 你就涂黑 把让读者 让观看者认为他后面是遮住的 那另外一种的话 然后往前遮的话是这一种 这种的话是手部往前伸 然后中间根部圆形的 这个是圆形 这样子 正面画是这样子圆形 然后你再这样画 这样子嘛 两根根根头嘛 然后 把它连在一起嘛 画出来之后 根部把它画在一起 有这个嘛 然后你再根去根部在哪里 然后去画出来 好 大概是这样嘛 所以他的原理就是这样子 把四根手指头 四根手指头画出来 然后再跟大的东西去做出来 手部 你不知道手部状况 你就用手去比 比如说左手 你就用左手去抓 用右手去右手去抓 你可以用照片就用照片 不过不行的话 你就直接看镜子去反射 有很多种方法 反正你要 藉由正确的资料去建立正确的绘画习惯 就是说 东西该哪里啊 手要怎么样啊 手要怎么去配啊 怎么样去比较好一些些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嘛 就这样子 我画个红色标一下 这样 两根手指头 然后这样子嘛 三根指节 然后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 好 这样吧 压三根指节 好 那大概手不能够讲的部分 就是讲到这个地方 一样嘛 多练多情 那这样子总是能够进步的 好讲到这边 好 好